今年湾區的市民會不會選購由中國入口的月餅呢? 暫時不會,我會先讓他們做好一點的品質檢定 然後才會再考慮他們的食品 那你會選擇選購他們的品牌? 對我來說沒什麼所謂 可能我會看的是價錢和好吃的 但這個男人表示他對中國入口的月餅依然充滿信心 在三藩市華埠這間餅店師傅說今年月餅的銷量多了兩三成 他相信中國入口食品的負面報道是原因之一 但本地市場的競爭仍然激烈 要特為而出 在月餅的設計上仍然要花心思 好像這個人手做的動物系列一樣 由豬、甘魚、龜、桃、雞和田雞等等 雖然難度高 但好處是動物的形態有靈活性 請你吃腳趕在那裡幫你工作 只要側斜的身體感覺去好看 你就可以側斜 你喜歡坐在那裡 你想去躺在那裡也可以 不知道大家還記得吃月餅的起源 相傳在元朝 當時的人民希望屈起區塊政府 將字條放在月餅裡面無痛消癖 而至今日月餅裡面再找不到字條 取緣在枝的是各式各樣功夫的材料 而且不斷格分影響大眾的口味 這些七彩繽紛的月餅 加入了水果的口味 包括蜜瓜、芒果、芋頭和奶色 不過新嘗試未必一定成功 有很多人聯繫接受 因為有一陣子不聽問我 除了有嚇病 YSB台記者梁偉珊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